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提供了像台北市行政区 月份人口数及户数资料的下载的网址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分别 你看到在这个地方分别各年的资料 从民国90年一直到民国111年 也就是现在 但是他应该只有统计到例如说8月或9月 因为现在才10月初 而且他统计的都是以月底 月底的一个人口数是一个基准 倒不是月初 那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们就会把那个数字当作是该月的人口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去看台北市各行政区人口数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下载下来 他ODS是Open Data 但是你可以透过Ease要打开 你就可以发现他里面有1月的人口数 2月人口数 3月人口数 依此类推 那如果说是这一个资料 它是台北市 你重其量你就只能发现整个全台北市的资料 好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这边要请各位注意一件事 假如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今天你去看 从他这个资料这边 你就可以发现 在108年之后 他提供的这个人口数 可是在107年之前 他提供的是人口数及户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栏位是有变动的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你应该是拿最新的年的栏位 当作是收集资料的标准会比较好 可以理解吗 这边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等一下马上就会遇到这件事了 好 再来 可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 只收集到台北市 一个 一个县市的资料 那通常我们要分析 我们像台北市会跟六都来一起做分析 甚至我想要去分析 全国的人口数趋势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内政部护证师 全球资讯网 他提供的 县市村里户数及人口数 好 我是下载这一个 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资料 下载下来了这个资料 是不是他的统计的值是要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就直接做给你们看 我全部都下载了 首先台北市 我们就看台北市的 就是8月 111年8月的人口统计 好 那我们就看他的总计 这个 这个男女的总计 可以吗 在这里 好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 台北市的总计的人口数 建议最好是把它改成三位一匹 这样比较好 来去观看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是新北市吧 新北市 对不对 新北市是将近400万 好 重点是 我现在要去看全国统计出来的新北市 8月份的数字 是不是跟他要一模一样 可以理解吗 好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两边两个系统 去分别下载的资料 如果他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看全国 这是新北市人口统计 那来看一下全国 全国的110 然后新北市要8月 要8月 然后这个数字 对不对 新北市 3976840 跟刚刚在这个地方 3976840 是不是一致 是的 这一定要一样 对不对 我们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全国的资料